哈喽大家好,我是佳良,今天我们又来拍北京汽车全新BJ40城市恋人版车型了 前一期节目我们分别对它的静态以及选车三后速做了详细的介绍 本期内容,佳良将开上这台全新BJ40,简介了它的动态驾驶感受 我们现在开上这台北京汽车的全新BJ40 首先它带给我的感受的确,叫老款车型来说是一个 全方面全面的提升,还是先从动力开始说起 搭载这台2.0T的风潮一创的发动机以及81T自动变速器 整个的这种油门的细腻感调校的确有点不像咱们传统之前开过的一些硬派越野车初段那种比较闯的感受 至少在舒适模式之下,整个那种加速感受线性感这一块,我觉得调的是比较出色的 同时,像它的模式上也是有经济运动以及舒适,还有多的地形模式 当我们调到经济模式的时候,它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经济模式能明显感受到对动力的限制,就是比较的慵懒的感觉 所以我更喜欢用它的舒适模式 同时,像这台车它的转向以及自动踏板是可以有多当手动可调的,也是可以联动这三种基础的模式的 所以当调到运动模式的时候,不仅油门踏板响应会更加灵敏以外 它的自动的感受也会更加的积极一些,就是自动的这种轻轻一点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制动力的介入 同时,运动模式叫舒适模式来说,初段的油门是比较灵敏的 后段其实和舒适模式相对比来说,两者的感受是差不多的 但同样,在运动模式之下,它的声音会更加的澎湃 就是带给你的这种声感和体感上,这种双方维度的感受会更加激情一些吧 它的底盘悬架方面采用的是前双横臂,后整体条,非独立悬架 整体的感受调教是偏软的,但有别于我们之前试驾过的绝大多数的鹰派越车 那种非常非常软的感受来说,全新BG40有一点比较独特的就是它的支撑性还是很足的 包括刚才我也刻意试了一下在极加速或是紧急制动的情况下 的确这种很强的支撑性让它的抚养角度,点头的姿态 没有其他的那种鹰派越车特别的夸张 其实这也是以往咱们试过鹰派越车来说的一个通病 毕竟鹰派越车悬架要软,悬架行程要长,很难免会有这种行为 减震的感受其实有点偏偏于60车型 实在60大家都知道,使用的后多篮杆独立悬架 可能说是北极的工程师也从那款车型上吸取了一些用户喜欢的一些经验点 就更适合城市驾驶,所以说城市路况行驶的时候 整车的颤震这种抑制的都不错,就整体感更强 更像是那种城市SUV的感觉 我觉得这一点对于一台后整理小悬架的车来说的话 也是下了不少功夫的 再往后就是说也是比较让我惊喜的一点 就是像这台车最初我看它是个无框车门,还是单橙玻璃 再加上它这个硬派越车这种造型 它难免这个噪音行驶的时候会比较的大吧 实则咱们试过这些无框车门里来说,我觉得还是在硬派越车这个体系中来说 隔音水平我觉得做的还不错的 整体来说至少再放在硬派越车来说这种中高速行驶的话 它还处在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准 隔音水平的确是一大惊喜 好,这是驾驶方面的确较老款的40来说是一个全面全方位的提升 而且你即便你拿这台车城市代步的话 整体的舒适性也不输于传统的这种城市SUV 对我来说这全新BT40越车带给我的极大惊喜吧 但同时我也发现它有一些需要去优化或者说改善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高速行驶 这个车内这个屏幕的确是比较丰富的 可以给副驾驶或者说主驾驶带来更畅快的这种试听的体验 但同时像这块屏幕可能受制于它这个中控台面设计的比较陡 所以说屏幕的这一块反光会有一点点明显 其实这一点咱们就可以对比一些其他大屏的车辆 我觉得可以去一些细节上的优化就会更好了 比如说我现在切换这个驾驶模式 其实我觉得60的那个就很直观 罗盘在这个位置就很直观 而到这台车型上它是一个跟那种游戏地图似的 然后再切换到这个车辆的模式 直观性的话如果能够去改善一下会更好 就是软件层面的一些升级了 全新BG40在动态形式方面的确带给了我不少的惊喜 好 这又是家良对全新BG40动态方面的试驾感受 如果说以往我们对北京汽车BG40的印象 还停留在非常硬核的越野穿越这种场景 那么当我今天体验过全新BG40之后 我发现这台车就更像是曾经那个年轻好玩的小子 变得成熟稳重 更顾家了 更注重公路行驶的舒适性了 好 这又是本期家良对全新BG40城市列轮版的动态试驾报告 我是家良 关注我 今天来一下更多新车 助理 度加紧 打执轮都用放stones 战争 infight 掇验 队 暖 Carson